昌星国小活动中心传来优美歌声 会呼吁民众落实节能减碳运动 并欢请大家对环保的重视 谈到县主案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结合冷静如音乐教师 举办简术友善节能减碳奇爱地球音乐交流会 获得各社区歌唱班的学员们热烈响应 一方面是可以表达自己唱歌 把自己的平常练习的技能表现出来 另外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 怎么样来节能减碳 让这个地球可以更好 歌唱班学员们在台上尽情展现所学 藉由歌唱的方式 不仅提供各学员交流观摩的平台 并希望透过音乐的感染力 教导民众如何在生活中融入低碳行为 吸引更多人加入减碳的行列 都很有好处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看不见 我们希望我们从这时候开始做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有一个干净的地球 很多人家唱的歌我们没办法去驾驭的 我们可以看人家怎么唱 在这边可以进步很多 自己要自我再提升唱歌方面的水准 身为南楼县主岸城长学院关怀协会理事长的 县员赖燕雪表示 透过音乐交流会 一者让学员们以歌会友 也希望能够选导从家庭来落实源头减量 草囤垃圾山的一个起火 让我们感受到说源头减量是很重要的 整个活动呢 我们透过源头减量 包括我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 假使每个人都能够从家庭做起源头减量 我相信这个问题就会离我们远远的 得到我们歌唱好朋友的一个认同 我相信这样子的落实度会更高 从家庭 从你我 大家一起来做 环保爱地球 减硕 减能 减碳 让我们的生活品质能够提升 全球暖化现象日益严重 希望全球的碳排放量 能够在政府及民众齐心努力下 借由源头减量 落实爱地球的观念 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提升 记者洪一伦南投采访报道